马可福音十四章三十六节 他说 阿爸 父啊 在你凡事都能 求你将这杯撤去 然而不要宠我的意思 只要宠你的意思 在平行经文的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九节说 他就稍往前走 伏伏在地 祷告说 我父啊 倘若可行 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在面临上十字架的苦悲时 耶稣的祷告显示出他人性的一面 耶稣并没有掩饰他自己的挣扎和悲伤 反而他很真实地把自己的心愿向父神成名 我们服侍这个时代看来是很艰难的 但是比起更大的问题是 我们常常失去了为这个时代恳切祷告的内心和为一个灵魂哭泣的心肠 求主帮助我们效法耶稣 是因为我们往往看到的是眼前的难处 而不顺服神的旨意 但是当我们真的愿意信靠神的时候 我们也会同样的经历到 在神的旨意底下生活是最安全的 而不是能不能提供的 内心祷告的